中美两国从建交到现在 可以说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 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雨 但是打的方向还是朝前走 世界在发展,时代在变化 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改变 两国人民希望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没有变 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没有变 我提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 推动中美关系 能够稳下来 好起来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